欧盟召集50多国开会 声称要应对中国挑战 结果被当面泼了冷水 中欧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 那为什么欧盟执意针对中国呢 他们的计划能得逞吗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更多的信息搜索 欧盟想应对中国挑战 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根据美联社报道 在7月18号的时候 欧盟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共同体也就是拉共体峰会 落幕了 有超过50个国家参加了 这一次峰会 然而会议情况 让欧盟与拉美国家都不满意 据了解 欧盟与南美国家进行的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谈判 已经持续了20年的时间了 如果这项协议能达成的话 将会覆盖7.8亿人 打造全球最大的自贸区 在2019年的时候 欧盟与四个南美国家达成了协议 但是重要的细节还需要讨论 因此没有得到批准 然而从这一次拉共体峰会的情况看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谈判 可能已经失败了 因为南美国家抱着合作的态度而来 欧盟却强加了一些条件 据了解在欧盟拉共体峰会上面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恩就表示 说希望拉美国家与欧盟联手应对三大挑战 新冠疫情后的经济问题 俄乌冲突影响 以及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 对欧盟的要求 拉美国家是非常愤怒的 因为欧洲对南方国家关心的问题是只字不提 却大谈乌克兰危机和中国挑战 还要拉共体去战队 巴西总统卢拉就直言 说欧盟根本就不想与拉美国家达成双赢的局面 而是在干涉内政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谈判 就是欧盟的陷阱 妄图让南美国家永远成为原材料和矿产的供应方 一直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下层 实际上欧盟对拉美国家提出的条件 跟美国的对华政策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去年补充说明 对华外交政策内容的时候 他就声称中国是美国及其盟友的长期挑战 美国将联手盟友应对中国 重塑国际环境 此前美国财长耶伦还指责中方违背自由贸易规则 很明显冯德莱恩就是在重复美国的腔调 要求50多国联手去对付中国 这让为了合作而来的这些拉美国家 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卢拉指责欧盟的内容 实际上就是美国想要中国做的内容 也就是放弃产业升级 永远都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下层 中国已经完善了产业体系 自然不会答应美国的无理要求 拉美国家渴望融入世界经贸体系 也不会答应欧盟的这些条件 实际上欧盟举行欧盟拉供体峰会 真正的意图就是推行所谓的全球门户倡议 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竞争 同时服务于欧盟对华贸易去风险化的议程 近些年以来对华政策已经成为了困扰欧盟最大的难题之一 部分欧盟成员国是紧随美国的行动 认为中国是欧洲经济安全的一个威胁 而且没有在俄乌冲突当中站队西方 要求欧盟强化对华打压 另一些成员国表示 中国是欧盟非常重要的经贸伙伴 打压中国只会严重的损害欧盟的利益 此外欧盟的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俄乌冲突还在持续 使得像法国、德国等这些欧盟主要经济体的处境非常艰难 经济增速已经放缓 甚至德国还是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了GDP的环比负增长 欧盟给拉美国家强加条件 还拿不出钱来帮助拉美地区发展 任何这个视野清楚的国家都能看得出这种不良的居心 那自然是不会响应的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